來喔 注意看這題喔 來 有圓心齁 先把圓心找出來 所以這一題是先把這裡圓心 這裡有圓心 對不對 這裡是有一顆圓心 對不對 這裡是有一顆圓心 是有這幾顆圓心 好 你只要把這些圓心找出來就很快了 所以這裡是30 對不對 這裡是30 這裡是多少 20 對不對 再來這裡是60 這裡是60 對不對 這裡是60 對不對 請問同學 這裡這一個圓心距離它多少 45 對不對 好 我尺寸都已經 已經規劃出來了 來 同學請你注意看我畫 我現在開始畫 好 我放成這樣子 對不對 好 你注意看喔 好 我這邊 我這邊 20 我是往上20 好 再來 30 好 再來60 對不對 40 好 等一下 我少歸套到一個 40這邊 好 還有一個圓心 40 好 所以你注意看 好了 翻過來 再來 再來 記住 不必要的線喔 不要多畫 所以我這裡原心 這裡有原心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再來60 對不對 我這要距離60 對不起 齁 尺寸以下 60 對不對 齁 好 再來 過來15 糟糕 60 我剛才偏掉了 60 再來15 15 5 好了 我現在尺寸都好了 對不對 好 再來 開始來畫圓喔 先圓虎後直線喔 好 圓 記住 一定要在這邊 標示尺寸 好 我會畫一條直線 好 比如這裡 我會用到的圓 先把它畫起來 5 再來15 再來20 好 再來30 我在邊畫的時候 這邊就標示一下 好 等一下我才知道 好了之後 開始用圓規 記住同樣 同樣大小的圓一起畫 有時候太小的圓齁 可以用圈圈板啊 好 好 我現在這裡 畫 有沒有 5mm 再來15mm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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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5mm 蛤 15 20mm sorry 蛤 所以看要看仔細 蛤 蛤 20mm 再來是15mm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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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圓圓都畫好了 是不是 好了之後 好 回覆回來 記住 先圓虎後直線 所以我現在可以標示這裡的 三使用計畫 沒關係 有沒有 我這三使剛才忘記 好了 有沒有 老師有沒有花到五分鐘 沒有 說實在如果 當然你還要把它修飾一下 我跟你講 畫到這一個題目 如果老師來畫不用五分鐘 你就像老師這樣子 把他的規則先找出來 再來對 這樣子就會很快 好 這樣意思吧 好